记者黄淑丽云林报道,北港警方今天下午执行交通机查勤务,发现一名男子一路闯红灯,射刑,警方将他拦下全身酒位,还变称是技工降价,酒侧之高达零。 65,警方调查,男子已多次酒驾训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。 北港派出所警员汪明卫,食物训练女警林金鱼,今天下午在北港镇华南光明路口直行,发现62岁蔡南骑机车一路摇摇晃晃,还连闯好几个红灯,林园上前将蔡南拦下,发现他浑身酒位,满脸通红,说话颠三倒四。 警方表示,蔡南被拦下时,听到警方要酒侧时,便称自己是技工的机身,降价办事需要喝酒,因为要赶到下一场才闯红灯。 袁锦衣在告知依法办理,将他带回派出所侦办酒侧之达零。 65,饮酒过量有害健康,禁止酒驾。 。 。